Prestage像一杯纯酒适合在冬季饮用 Hello 大家好 我们是Tennis Family 在这里预祝大家新春愉快 兔年大吉 我想大家都在期待我的2022年的大盘点 在此就迎新的时刻 请先允许我静下心来评一评两年前上市的Prestage 那Arxatic的Prestage无论是外观还是最终使用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都像是一瓶纯酒 不仅有岁月的沉淀 更有符合现代比赛的丰富的内容 尤其是Tour以及Pro的版本 呈现出两种并不一致的风格 各有特色 那么Arx的Prestage全系列经历了大改名 我手头的这支是95拍面的16x19Tour的版本 22毫米的核框 315克的裸重 315毫米的微穿线平衡 那么线后的硬度是65而已左右 我这支的线后灰重是在340 穿线是海德的Reflex MLT Technic Fiber的Rezer Code 48 46磅 那么手头另外的这支是Prestage Pro 98的拍面 18x20的线窗 20毫米的核框 320克的裸重 310毫米的线前平衡 那么线后的硬度是在60左右 那我在拍头加了1.5克的重量 先后汇重是332 我自己是换了皮饼 穿线是Technic Fiber的X1 Miami的HIT Pro 48 46磅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一代的涂装 有个酒红色的亮漆 一种Pro Stock的一种高级感 我视频的内容还是Tour版本为主 也是一个晚上一起喝成不露的 但是我的测评会兼顾良知求拍 那么喜欢我们的朋友 别忘了一键三连走一波 订阅我们 私信我们 加入我们火热的微信群聊 此外 YT 小红书 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了 回到正题 首先说说触感 Tour是一个中等的硬度 连接感做的足够 绿阵做的也很好 属于你能够感觉到硬度 但是并不那么震的这一类 有点RF97这个路子 比起上一代来说 现场整体显得更加沉浸一些 很多人可能还会觉得非常的柔和 此外我并没有觉得填区很小 Pro版本就更不用说了 明显是一个古典派的路子 一个稍微软化的Ultra Pro的感觉 或者是一个稍微内敛的IG Prestige的感觉 柔和充实 内涵丰富 那么相较于360加的版本 整个手感更加的立体 也因为AUX技术的加入 整个球拍的能量反馈得以了提升 填区也有了增大的一个趋势 两者的现场的弹性都很好 但是Tour更像是翔翁十八掌 来的刚猛爆裂 Pro更像是独孤九剑的感觉 走一点点精妙细腻的路子 舒适上Tour还是要更硬 加上大灰中带来额外的关节的压力 在舒适上还是要略逊Pro版本一筹的 那Pro版本的舒适可以说是无可挑剔的 那么底线上我对两者的表现都十分满意 都很出色 但是取向的会略微不同 我用Tour几乎打出了最快的底线的球速 那单纯从球速以及冲击力的表现来说呢 Tour可以在现在的十手球拍中排到前五 对手也就是RF97 SW102 Blade Pro Veco Pro 330 这样的重武器啊 它的拍框的质量足够啊 对抗中球的表现非常好啊 95的拍面的控制呢 也足够用啊 同时旋转潜力以及弧度呢 是我非常喜欢的等级啊 平击上旋呢 转换呢 也很容易 那么在我看来呢 它整个球拍的取向是非常平衡的啊 是完全能够适应现代的比赛的 那Pro的版本呢 相较于Tour来说呢 它的弧度就要稍低一些啊 旋转潜力要稍小 但是呢 已经在98或者97啊 18x20的版本的球拍中呢 处于一个上乘的水平啊 这一点呢 相较于360加的版本呢 是一个进步啊 深度呢 来的呢 也相对来说容易一些 可以说呢 整个球拍体现出来的呢 是一种靠近16x19的感觉啊 比PT2.0呢 这种球拍的门槛呢 是一个显著的降低啊 因此呢 我觉得很多朋友 不要对这只球拍呢 有太多的刻板印象啊 觉得极难 极难上手啊 其实呢 它可能会比想象的要容易一些 那相较于Tour来说呢 Pro的版本的 控制于找点的能力啊 是更好的 更强调于节奏的变化 那么在中武器里面呢 Pro其实还是需要加重的啊 来提升整体啊 球拍力量反馈上的表现 那么在发球中呢 如果你能驾驭挥众的话呢 Tour是感官冲击力非常强的啊 力量给的非常直接啊 但是说句实话呢 它确实是难以驾驭的啊 战术上呢 我觉得它一二的能力啊 是极强的啊 加上旋转潜力不错啊 二发的旋转来的也容易啊 我觉得因此Tour在发球上的呈现出来的能力啊 是非常均衡的 那Pro版本呢 我觉得需要更精心的照顾啊 整个动作呢 需要更加的完整 才能把球真的打透啊 那么我在拍头呢 加了重量啊 整体的评级的感觉呢 才基本符合我的要求啊 球速呢 肯定比Tour要差一截啊 但是准确度是很到位的 如果你是发切削啊 整个对于球的这种包裹 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总体来说呢 Pro相对于Tour 它并不是以速度去省啊 更多的是以着点啊 拉开空间为主 那么揭发球中呢 Tour给我的感觉呢 更像是Blade Pro啊 冲击力更强 强节奏很好用啊 比于重球的能力呢 也很强 那我认为它呈现的能力呢 是极为多样的啊 前提是你能够驾驭挥重啊 那么Pro的版本呢 我觉得更加需要照顾一下啊 弧度以及深度啊 自身力量呢 也要相对于Tour也要小一些 框上的质量 以及稳定性呢 相对也要弱一点 那么我个人 个人呢 在反手位上啊 更倾向于用Pro呢 去做一些切销 来综合对方的节奏 他直接抢节奏啊 压迫对方的能力啊 其实是要比Tour要弱一些 并且呢 其实拍框是需要加一些重量的 来提升稳定性的 但是他的优势呢 是机动性更要好 面对一些追深的揭发球啊 我其实更喜欢Pro呢 带来带给我的一些额外的灵活性啊 那么节育中的两者的表现都很出色啊 但是各有所长 Tour呢更加的稳定 力量感呢更好 面对中球一点都不慌张啊 改变方向呢 游刃有余 但是大会众呢 以及稍后的拍框呢 带来的就是到位率要更低一些 那Pro呢更加的灵活啊 我觉得它总是在挑逗我 需要来一些些巧的东西呢 才能配得上这只球拍整体的一些气质啊 那么两者的连接感来的都很直接啊 那我会稍微喜欢啊Pro带给我的一些更丰富的触感啊 以及更加灵活带来的一些精巧感啊 这两点呢 在放小球上的优势呢 就更加的明显啊 球呢 在Pro的现场上治疗的时间更长啊 更加舒适 也更容易隐藏自己的真实目的啊 转换握拍等等也更加的方便 那么销球中呢 我也是对两者都更加的满意啊 Tour版本的包裹呢 会略逊啊Pro一筹啊 灰速呢 也比要Pro要差一点 因此球的这个弧度啊 以及旋转的程度啊 还是Pro要更加的平 更加的转 但是Tour的强项呢 在于它超强的抵御重球的能力啊 以及中和以及改变球路的能力啊 包括在进攻球 进攻性的切销中呢 体现出来的这种冲击力 那么两者呢 我都是有非常喜欢的点啊 我自己的打分如下 Tour 315克 手感8.5 舒适8.4 底线机球9分 力量8.5 旋转8.4 控制8.7 发球8.5 接发球8.8 截击8.6 稳定性9 机动性7.8 消球8.5 随挥9 总分8.8分 那Pro320的版本呢 手感8.7 舒适8.8 底线机球8.6 力量8分 旋转8.2 控制9分 发球8.2 接发球8.2 截击8.4 稳定性8.2 机动性8.5 消球8.5 随挥8分 总分8.6分 那么总结一下 我之所以在2023年呢 还在做这两只 并不多人提及的球拍呢 是因为我觉得他俩最终体现出来的状态啊 是真的不错 当然呢 他俩的高要求呢 也确实让很多玩家啊 有点望而却步的意思啊 托尔版本的大会中呢 带来了他底线上的非常好的能力啊 是令我非常惊艳的 但是我确实觉得我在发球中呢 是很难驾驭他 因此呢 我录完视频呢 千辛万苦呢 又去买了两只空灰在330左右的 那么整体球拍呢 体现出来的状态呢 是现代的啊 除了Prestage方框的这种啊 良好的控制基因啊 它是完全能够啊 胜任现代比赛的 那Pro的版本呢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完美的 一个古典派的一个传承啊 如果你问我大重量的18x20的球拍呢 选哪一只 那么目前呢 我觉得这只球拍是我的第一选择 我可能呢 甚至都不会更多的再去怀念啊 PT57啊 或者是ID Prestage 是给我带来的好啊 因为现在的这只Prestage Pro呢 已经满足了啊 我大多数对于古典基因这种追求啊 并且呢 更加的宽容 更加的好上手啊 整体呢 更加的完整 因此呢 如果你是一个Prestage的一个老粉丝啊 我觉得这一只Pro是 非常值得稀稀品味的 那我个人呢 其实是非常期待啊 海德能够发布一个Prestage Pro的16阵影 19的版本啊 在拍后的部分呢 是八根主线啊 我觉得这只球拍呢 完全可以在市面上跟Ultra Pro呢 打一个平手啊 加上它是一个全包的管子啊 我觉得有着合理的 目前的重量级灰重啊 对我来说几乎不用太大的改动啊 我觉得可以毫无疑问的 毫无顾虑的去实战啊 去立地啊 那么目前的消息呢 是本年的第四季度啊 新的Prestage会上市啊 我其实很期待啊 在已经如此高水准的平台上啊 Prestage会带来什么新的东西 那么这一期呢 就是这样 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希望大家呢 有机会多去体验市场上 不那么火热啊 但确实出彩的球牌啊 我们下期见 别忘了关注我们 2022年的总结啊 就在不远的路上 在此呢 再次祝福 喜欢网球 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们 新春快乐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